1932年上海 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扎尾后 选中了三友实业社作为挑选的目标 1月18日 日本五个僧人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遭到了殴打 日本僧人被打死了一个重伤一个 实称日僧事件 日本方面就指责日僧事件 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工人纠察队所为 但其实后来东京审判的时候都已经交代了 就是上海特务川岛方子等人自导自演 和晚城城外走丢的日本兵 还有炸铁路都是一个招数 你就说这小日本也不会换个借口 之后就是山东日侨进行抗议 赔钱鸡兄还有赔礼道歉 之后田中龙吉就指示日本宪兵到三友实业社搞破坏 烧了六间厂房造成了大约一万元的损失 巡警看到火灾赶忙打电话求助 这几个日本人也被打伤 还有一个被刺死 日本人一看好家伙借口来了 128事件由此爆发 之后日本军队就在上海登陆 和国民军十九陆军打了一架 后来在欧美列强的干涉下调停 我们要讲的就是调停后的上海 最开始提到的三友实业社的厂房 不是被日军烧了吗 工厂几个老板就想出了一条轨迹 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把厂房给迁走呢 上海的经营环境不如杭州 上海容易受到战争冲击 而且上海的工会组织都比较完善 不利于我们继续剥削这个工人 上海这个厂子建了有二十多年 厂里的老工人都年久新高了 如果我们直接把厂子迁到了杭州 那就可以新招一批廉价的工人 正好趁战争这个机会 将几千工人全部解雇 起步美哉 三友实业社是干什么的呢 他最开始是做棉线竹心的 后来就转头做毛巾 五四运动期间抵制日货 于是这个厂子就趁机扩大经营 一飞冲天 到1930年 这个厂子已经成为上海棉职厂 这个头牌了 每年能盈利十余万 这应该算是民族企业了吧 但本质上还是资本家 肯定是以利益为主 上海打仗的时候 这个工人就四散而逃了 战事结束 就想回来上班 没想听说这厂子要倒闭了 那工人肯定是听说了 这群资本家小心思 告诉工会 工会也组织这个工人 跟这个资本家谈判 说你得赶紧复工 这些工人还指望着 这个工资升级呢 你要是因为啥特殊原因 负了工 那得给点津贴吧 这个现在战事也停了 工人也都回来了 就不工作了 工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这时候国民党 这个上海市党部 市政府也多次这个劝导资房 那么工人兄弟多辛苦 多少给点救济 资本家也不屌政府 那工人那没办法 就回厂房 守住机器 不让资本家将这个机器拆 拆运到这个杭州 誓死保备生产资料 上海政府这么一看 闹下去也不行 就召集双方进行调解 工人代表就说 必须尽快复工 被开工之前 你得提供时速 资本家就说 哎呀 这个账户 这个存活太多了 资金运转也不过来 厂房机器又被日本人砸了 没法复工 至于今天 那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工人发了遣散费 从今天起 那咱们就各论各的了 这个资本家 肯定是没有半点诚意的 那工人没办法 就只能在线政府请愿 我不信 这个厂子打个仗 就倒闭了 上海社会局 就派了一个快捷 去公司查账 同时霍西尼 说你这个资本家 多少得分担点 工人的生活 你得照顾照顾吧 你不行 把一批人迁到杭州 再解雇剩下的人 上海政府这个调停 双方都很不满意 工人认为 这厂子开20年了 每年10万多的净利润 日本人砸机器 也就造成1万多的损失 怎么就开不了工 分明是想借战争借口 把我们全解雇了 这次纠纷挺有意思 以往都是工人罢工 这次是资本家停业 主动权到了资本家手里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32年4月到6月期间 先后8次 向上海市地方党政上成 但从地方政府的反应来看 应该还是偏向资本家的 但这资本家就很拽 我掌握了主动权 那就完全抗拒调停 不管工人说什么 还是政府说什么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劳工还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他没办法强迫资方开工 地方政府又或悉尼 于是一帮人就去南京上访了 这一看闹大了 闹到南京去了 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 就把这事交给了 中央民众运动执导委员会 简称民运会 民运会就派了一个封疆大吏 到上海去调查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调查人员一到上海 就看到资方指使租借寻补房 驱逐 殴打 拘捕工人 工人群情激愤 还组织绝食团的哭诉团 向社会各团体求助 资本家还将工人的 临时生活费给停了 切断了工人的经济来源 使这个矛盾更加激化 调查人员回到南京 就报告了这一路上的 所见所闻 民运会这么一看 不行 这样下去不得了 必须得处理 于是发出了批示 资本家泯灭人性 工人半年没工作 如此残酷事件 不幸于青天白日旗下建制 必须严肃处理 给上海社会局发指示 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 未复工之前 必须接激工人 南京的态度 肯定是倾向了牢房 还用了更强的 还用了更强力的指令 这封电报发出去不讲 事态起了新的变化 是上海资本家不干了 上海永生纺织 大生职场 天除卫经厂 52家工厂联合起来 在上海报纸发出宣言 反对中央的电报 还以强制手段复工 你算老几 我们资本家懂法 这第37条 明明白白着写着 企业都是自由经营 你们这么做 违法了 懂吗 而且我国民族实业 刚刚起步 你们怎么敢打击 我们资本家的 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 团结起来 向南京抗命 说你们发的这封电报 不合法 资本家团结起来了 工会也不甘示弱 很多企业的工会 也团结起来 和资本家对类 眼见三友实业社 劳资纠纷 已经扩展到了 整个上海工商业 而当时上海又是 全国工业的重心 所以三友实业社 这事儿 其实已经闹得 人尽皆知了 大家都把这个目光 望向国民党中央 和上海政府 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 资本家联合 向国民党中央 发布抗命后 南京方面十分震怒 在国民党中央的视角里 党权高于一切 你们资本家怎么敢的 还拿起法律的武器 抵抗行政命令 8月30号 民运会又给 上海政府发电报 这封电报被称为 萨电 萨电措辞 比上一封强了不少 资本家不依法定程序申诉 随便在报纸上刊登 简直没把我们 国民党放在眼里 同时这篇萨电 又被转载到 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 一时间闹得全国都值得了 上海方面 工会从南京得到了消息 底气十足 对上海资本家 更是严加指责 自1928年以来 国民党中央 对资本家阶级 如此大张讨论 实属首次 面对国民党中央的 严厉指责 上海的资本家非但没有被 党中央的权威所设复 反而群起应战 奋起反击 9月9日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致电南京党中央 11日 上海64家厂商 发表联合宣言 将其通稿 以剧版篇幅 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上 指责国民党中央 一时间 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冲突 已经盖过了资本家 和工人的劳资纠纷 资本家看你们 国民党中央算个屁 还强制开工 你装什么大半算的 还依法解决 你们这强制开工 算依法解决吗 那我们这厂子搬迁 就不算依法了 资本家一方还拿取了 这个法律的武器 指责这个国民党中央 说这法律大还是党权大 翻翻前两年 刚制定的这个法律条文 人民之生命财产和身体自由 都受到法律保护 你们这强制开工 是剥夺了人民的财产自由 非常手段 这四个字就已经违法了 党中央民议会也没想到 非常手段强迫开工 竟然引发了这么强烈的反应 中央民议会遇到资本家 这么猖狂也是偷一次 这看来不教训教训你们 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一方面将这个资本家的恶行 继续往上报 另一方面 接着拿起这个法律武器 跟这个上海资本家进行论战 民议会主要反驳了以下三点 三友实验社这次停工 既没有按照工厂法的规定 提前告知工人 也没有向当地管事的报备 已经违法了 造成工人绝食请命 这么大事 你们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第二点 劳资争议处理办法规定 在调停仲裁期间 雇主不得停业或者开除工人 工人也不能罢工 现在你们停业是又一次违法了 第三点 约法规定 人民得自由选择职业及营业 但由妨害公共利益者 国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制 这次三友实验社停工 造成了上海几千工人骤然失业 社会自然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次民议会的回应没有登报 意味着党中央无意与资本家 进行第三回合的论战 在整个事件中 资本家尝试以民权压倒党权 以法制抵制党制 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 独占垄断的合法性 而看到上海资本家 如此强烈的反应和嚣张企业 又进一步反证了国民党 党威还没有强大到 为所欲为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 事情继续发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国民党中央口头说说 这个非常手段强制开工 但其实根本执行不了 党力太弱 而上海政府又偏向资方 于是上海市政府就决定 组织几个部门 加上劳方资方 针对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 进行仲裁 资方因为抗议之前 南京中央发的电报 没有出席仲裁 但仲裁委员会还是做了裁决 三友实业社在护占的损失 不足以构成歇场的理由 1932年上半年的损失 和前几年也差不多 所以最后判了 资方应该三个月内 恢复至少五分之一工人的工作 其余工人 你就可以按约定解雇了 这个判决吧 整体上还是偏向资本家一方 五分之四的工人都要被解雇 劳房表示 虽然和预期差了很多 但是还是能忍痛接受的 但资方还是不接受 你们这么算 还是要支付30万的解雇费用 这事办不了 资本家接着指责国民党中央 偏向劳工 工人绝食你们就服软了 工人生计重要 国民实业就不重要了 资方就接着提起上诉 这么拖着 对资方肯定是有利的 毕竟资本家有余粮啊 工人一天不干活就没有工资了 生计是个很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认为不能这么拖下去了 再次给南京和上海同时发两篇电报 要求紧急处置 同时再次发动绝食 国民党有没有能力强制实行判决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得做点什么 如果这时候三有十业社的绝食积变 变成了全上海工人的大罢工 境外势力又趁机介入 那后果不甘设想 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中常会 甚至连蒋介石都被惊动了 现在判决书下来了 资方就是不执行 上海政府也没办法 只能耐心劝导资方遵循判决书 同时给上级发电报 重新修订劳资争议处理办法 恢复强制仲裁 资本家一听 这玩不过就要先修法律 不行不行 这么下去 党权岂不是要压倒法律了 但国民党中央不管你反对不反对 你发我孝说 9月末直接修改法律 恢复强制仲裁 资方的上诉也被驳回了 资本家不服 又上诉到江苏最高法去了 江苏最高法 根据刚修订的劳资争议处理办法 恢复原判 资本家彻底误住了 那怎么办 我就摆烂了 就不执行 你能把我怎么样 按照修改后的法律 上海政府其实可以强制执行判决的 工人也一直在催促 上海政府快点强制执行 但上海政府其实没有那么强硬 还倾向于和平解决 工人一看 你这地方政府支愣不起来 得咱还得去南京上访 于是派了几十个人去南京中央 让中央派个专员 到上海督促一下政府 中央特派原案到上海督促后 也没啥用 资本家摆烂 那上海政府就不能摆烂了 后来就是劳房资房 上海政府 南京中央 持续不断的扯皮扯皮 你们猜最后这事怎么解决了 最后他妈的竟然是在杜月笙的条件下 各方解决了分歧 资方只支付了6.5万的解雇金 工人也放弃了复工权和伙食费 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劳资纠纷 最终还是以工人让步得以高中 杜月笙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他调停用的身份 却是上海政府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靠的都是他黑社会背景的个人权威 这体现出国民党的软弱 最后还需要借助体制外的非正式权利来解决 三有案到此就正式结束了 我们简单做个总结 整个事件过程最开始是资本家和工人两大群体对垒 之后加入了资本家和国民党的三方队垒 无论是劳房还是资房 双方都展现出了很强的阶级意识 在队垒过程中 上海的资本家团体联合起来 和国民党中央针锋相对 而工人方面也在工会中的知识青年带领下 组成爵士团的哭丧团情愿团 给国民政府施压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 没有任何境外势力的介入 工会组织都是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立案的 具有法任资格 是一个受当局认可的合法组织 再说说国民党方面 中国教科书上一般说 国民党是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但从这次事件上来说 国民党并没有完全站在资本家一方 相反的 纠纷刚开始 党中央民运会还是站在了劳工一方 敦促资方尽快复工 国民党中央更多的可能是站在 社会稳定的角度来选择性战断 资方突然停业 导致工人失业引起社会动荡 那就是资本家的问题 假设要是什么工人因为福利待遇 想要罢工 那就是工人的问题 所以稳字当头 这个党既不代表工农阶级 也不代表资产阶级 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 当一个阶级的行为危及 或者冲击其统治秩序时 无论该阶级是劳房还是资房 国民党均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 加以干涉和意志 国民党在这时期的央地关系 同样值得思考 中央民运会是支持这个劳房的 而上海地方却是偏袒资房 在这个中央民运会 屡次三番发电报给这上海政府 上海地方都没有落实 甚至裁决结果出来 中央派了一位大员 到这个上海督促执行 仍然执行不下去 从侧面也说明了 这个国民党党力太弱 没办法建立有效的 这个中央指导地方的制度 资本家和国民党双方 都拿出了这个法律武器进行斗争 劳房还搬出了孙中山的 辅助功能作为依据 资方也搬出了这个三民主义 虽说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 在这时期已经退版本了 但孙中山这一套理论 却是国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国民党一再声称 其代表全民的利益 全民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 也就是说国民党 是尝试让所有人满意 那得到的结果 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满意